你知道人物重心線是什麼嗎? 最近我改課程作業 發現很多人畫塑寫有一個問題 就是不會注意人物的重心 就是例如我們看一張照片 然後他可能畫成這個樣子 乍看一下好像沒啥問題 但又有一點怪怪的 這個就是重心出錯了 我們畫完後可以在原照片上面畫一條線 這樣比一下就知道 你人站的就是歪的 原本的照片從頭這邊畫一條垂直線下去 剛好會碰到你的重心腳上面 我們分析一下其他的照片 可以發現人物站著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一個三角形的重心配置 例如我們這邊要畫這張照片的時候 可以先大概看一下人物的三角形線 這樣子三角形底端這兩個角 剛好就是你的腳的位置 然後我們在頂端這邊畫上 頭、身體、軀幹、手腳 這樣子是不是基本的雛形就出來了呢 接下來我們在畫好的骨架基礎上面 稍微細修一下 好 這樣子照著重心線來畫 畫好人物就不會歪一邊 之後熟悉之後呢 我們也不需要畫這條線 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 大家了解了嗎?